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看的这个游戏的工作室叫做 FromSoftware 跟Banai Namco 一起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这间公司做是魂类游戏 这是宫秦英高 他做的游戏类似是像魂类游戏 像黑魂啊 像Sekiro 之狼 还有就是最新的爱尔登法环这样子的游戏 然后他其实他之前有一个比较老的 经典IP叫做 激战佣兵 然后之前有出到一代到五代 然后现在他推出第六代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第六代的这个预告片 Banai Namco的logo也是换掉了 之前是orange的 现在换成红色 还有一个小红点 这是未来的世界吗 这是未来的世界吗 是no clear吗 这个 岩浆啊 整个城市不见掉了 变成火海了 变成火海了 不知道刚才那个是不是地球 未来的地球 点燃的烈火 哇哦 被吹毁后的世界吗 哇哦 Banai Namco from software 会做这一种游戏啊当年 有点 空手铁带的游戏啊 水 呦 看着 它是一点的 它眼睛是一点的 多久 结合 但是 这都是 哇 那是 这两个小铁带的 是未来的打战用机器人的 细节做到很好 他那个 Robert的那个 铁有点刮掉那些花纹都做到很 漂亮真实 基站游兵6 境界天火 2023年明年 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差不多了 明年几月呢 几月呢 美写几月几号啊 它会推出在PS5 PS4 然后Xbox X跟X 然后Xbox One也会推出 然后跟Steam 所以电脑也玩得到 就是Front Software这个 它之前都会同时推出在各个平台 像之前那个Sekiro也是有推出在Steam 爱有的凡凡也是有 所以跟之前一玩的差不多一样 然后Bandai Namco 新的logo我觉得还蛮美的 新的logo 红色的 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喜欢这个新的logo 很想要玩这款游戏 因为它是未来的 因为它的世界观是未来的 这种机械 robot的这种 这种游戏 然后 作者是功勤高 然后Front Software跟Bandai Namco 所以很期待这款游戏 这个游戏不知道是不是开放世界 然后 这个游戏的 它的难度会不会很高啊 会不会像Sekiro这样子 如果它的难度是那种爽game的话 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么有兴趣 如果它的困难的程度是像Sekiro这样子的 然后它又开放世界可以像爱尔登法皇这样子 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打赢那些boss的话 这个游戏应该会很很火哦 它出一出的时候 应该会很多人会去试玩这个游戏 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可以在我影片下面留言 这个Front Software的星座 第六代的 机 站拥地 好我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